今天這段教材主要目的是希望寫出大家把JDK與JCREATOR的環境設置完成 這段教材的最後希望大家能夠把最基本的Java的Hello World的程式輸出 那我們必須先準備兩個檔案 這兩個檔案的話,大家先點到Google的首頁以JCREATOR的關鍵字來做查詢 可以點選Download去下載 我們可以先刷J2SDK1.6的檔案 點選JDK6Update12 平台的話,我們選擇Windows 那,統一一些license的文件 那,可以直接點下面這個JDK6U12 下載連結 有點久,所以我們先下載JCREATOR 那JCREATOR的話,我們選擇的版本是這個 Classic 然後我們選擇3.5的版本 然後我們選擇是3.5的版本 然後我們選擇3.5的版本 呃,也是立存 那,再傳 嗯 呃,很雖然 扶せ 呃,妳可以選擇 謝謝 呃,妳可以選擇 感谢观看 嗯,JDK抓完了的话,那我们就先安装,把JDK安装起来 嗯,就下一步下一步到完成这样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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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,JDK安装的时候还会有其他耗键要一起安装,所以也是一起下一步到完成这样子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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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那JCREATE 抓好之后,把它解开 那,保留这个 安装安装的档案就可以了 这个之后JDK也安装完成了 那,安装安装 那,这边会检查说原本的目录不存在,会确认是否要建立 那这边,确认建立 说明显映显 安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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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熱烈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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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ahren Walkspace File的一些参数设定 那这边就比较重要的就是 我们必须要去指定JDK的目录 那如果原本有装的话 它会系统会自己带进来 那如果没有装的话可能要点选 就是后来才装的话可能要点选Browse 去选择把JCreator的目录选择出来这样子 好,那因为 这边 我们是先装JDK才装JCreator 所以这边系统会移动带路 那我们完成点Finish 去完成 好,那这边就是大概 JCreator的一个ID的环境 那我们 开始来写我们第一个Hello World 可以在这边先建立 一个New 一个File 然后选择Java File 目录的话 我们预设在C 记忆一下 那 取了一个党名叫做Hello World Java 好,那 程式我已经先Key好在这边了 所以 贴上来之后 贴上来之后 请先存档 然后再Compiler 然后下面这边写 Process Complete 之后就代表 已经可以执行这支程式了 所以 按下这个Newton Tutor之后 Hello World 就会这样子输出了 那 今天的教材就准备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好 我好 好 好 好